這棵就是阿龍仔種的無花果樹 種在我們家前面 這裏是我們紐約的窩居 我們現在搬了下來 一樓住 以前一樓就是day care的 take care the children 他們現在做了16年照顧兒童 賺夠了 賺了幾百萬 現在去辦學校也可以 辦個kitten gardens也可以 紐約屋前面 為什麼要種樹呢 我不說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 在自己的屋前面 你不種一棵樹 政府就會來 種樹 政府種的樹 就不是 好像我們無花果那麽小棵 是那麽大棵 高過一間屋 那問題在哪裏呢 政府種的樹 你是不可以動的 讓它自然生長 一百年 五百年 一千年 你都不可以 斬這棵樹 那些樹根呢 就是問題了 會影響這間屋的地基 有些屋的地基 就是因爲政府種的樹 然後 整間屋的地基 浪起了 那你聰明的呢 趁早 在屋前面 種一棵樹 無論是聖誕樹也好 那些 柏樹啊 無花果啊 都好啊 如果你不種樹呢 很快 政府就來了 就在你屋前面 這個地方 就種一棵 這個千年大樹 它不是說 從小開始種的 它一移過來 就已經是 十年八年的樹 來的了 連根 連樹幹 連樹葉 很大棵 那直接種進去 你屋前面的泥那裏 你看一下 嘩厲害啊 政府種的樹呢 很快就會高過那間屋的了 而且 樹根呢 會伸進去那間屋裡面 連那個 地庫啊 土庫啊 那個地板呢 都 撬爛了 你又要再鋪一個 但是 政府的樹呢 你是不可以動它 這裡 這是 Yan Steven 拍攝這個影片 在紐約 在前面 我的房子 這裡是我的房子 謝謝 你來看我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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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